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麥當勞的薯條 喂 是肚子餓 好酷喔 大家安安 我是白狼 這次我要繼續那個 伊莉恩的主線劇情 再來 上一集的episode 就 阿卡他在這邊 的任務解完了 然後 我發現就是 我一直沒有 再用這個東西 我只有把那個技能 點提升 再來就 這個好了 京東魔法護腕 首先我在 進行特別課程前 給你一些藥水了 因為安全第一 那麼 想快點開始進行特別課程嗎 來 現在開始特別課程吧 先讓我瞧瞧你的實力好嗎 請攻擊練習機器人 呼 喔 不錯嘛 來 那麼換這個怎麼樣 呃 看起來意外強壯的怪物 這怪物怎麼長得有點像那個 奇怪的東西 好了 快適合攻擊 我 我說的是竹輪OK 死定了 我都沒辦法動啊 集中 星神在水晶魔力的力量當中 把恐懼和懷疑拋開 最重要的是 具備 謙遜又明確的意志 把恐懼拋開 用明確的意志 來 你準備好的話 就開始攻擊前方的目標 那個長得像竹輪的東西 做得很好 真厲害 繼續練習的話 一定可以完美的使用水晶魔力的 帶著勇氣 並且相信自己 阿卡太大人 總有一天我也會 變得像阿卡太大人一樣強嗎 當然拿伊莉恩 你不久後一定可以超越過我的 就這樣開始和阿卡太大人進行 特別課程了 每日下課後和阿卡太大人一起修煉 是學院生活中最開心的事情 脫阿卡太大人的福 我可以稍微操控我那不完全的魔法能力了 數月後 來 就是現在 哇 真棒 一眨眼就消滅完了呢 竟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成長到這個程度 你果然很厲害啊 都是脫阿卡太大人的福 感謝您 哈哈 都是靠伊莉恩你有努力跟上我啊 好了 那麼今天就回去好嗎 今天也辛苦了 我先告辭了 好 明天見 主人 今天的行程全部結束了 接下來又做什麼 去圖書館寫作業嗎 有誰可以救我嗎 什麼事 猜特的聲音是來自左上方的教室 確定現在要馬上移動嗎 好 一起去吧 啊 救命啊 那邊 就是你 罐頭還有旁邊的罐頭主人 可以幫我一下嗎 丁 平時欺負我的討人宴的傢伙 我要幫忙嗎 好吧 那沒辦法了 李歐 消滅掉故障的練習機器人吧 我還以為你要把整間學校給轟了 呵呵呵 呼 伊利安 李歐 謝謝你 我是真心的 針對上次我惹你的事 我向你道歉 原諒我吧 什麼 好吧 反正沒事就好 真的很恐怖 哈 怎麼會這樣 我的包包怎麼會 撕破了呢 包包裡面的東西都掉了 可能是在被機器人攻擊逃跑時 全都掉出來了 氣氛怎麼會 有可能附近的故障練習機器人 把我的東西拿走了 感覺要跟我拜託什麼 那個可以幫忙消滅故障的機器人 把我的東西取回來嗎 都已經從危險狀況中救出來了 還要我去找他的東西 Cyna和其他小子們 又全逃跑了 我會上次的不禮貌 向你道歉 原諒我 好吧 不管怎樣 還好沒事 那個你可不可以消滅故障的機器人後 幫我找回我的東西 謝謝 進去左邊傳送點 後就能發現 變得很奇怪的練習機器人了 消滅污染的移動型機器人 將我的背包和我的十本書 帶回來給我 非常感謝 背包裡面放十本書 不會 重死嗎 呵呵 所以 我說我的傷害自行可以 拿過來了沒 我還是很在意傷害自行 可惜 別人 可以的 噢 哇 我的東西 非常感謝你 伊利恩 竟然有這麼善良的朋友 我們以後也好好相處吧 真的謝謝 那麼 下次見 不過 主人 有改造練習機器人的痕跡 有人把他改造成攻擊地圖水晶學院的所有學生和教授了 明天要向阿卡太大人報告 現在就去報告好不好 呵呵 既然已經有問題 為什麼現在就去啊 上次課堂上我們有探討穆雷普最後的戰鬥對吧 有沒有同學志願要簡單說明一下 穆雷普最後的戰爭 是數百年前亥雷普和穆雷普之間的同族戰爭 亥雷普的王子達爾末屠殺穆雷普 並將古代穆雷普之神監禁的事件 古代穆雷普之神益身為穆雷普的生存而奮鬥 協助因為翅膀斷掉流亡的穆雷普製作新的機械翅膀 因此我們的民族在流亡之後也可以啟動水晶力量 完美的說明 欸 早知道就多念點書 在這裡被監禁的古代穆雷普之神 可以堪稱我們民族的英雄 我們穆雷普每年為了紀念他的高尚 以及齊許民族 民族平安都會準備天神祭的事 大家都知道吧 學期末就會舉辦天神祭 一如往常我們水晶學院的學生 今年也要透過華麗的光和魔法 享受享驗 並再次製造出美麗又壯觀的天神祭吧 伊莉恩 要跟我一起去嗎 恩 好的 又是你這個背後靈 首先為了製作造型物 請去採集紅流石碎片20格後回來 要記住 紅流石碎片可從火之紅流石出獲得 好了 讓我用魔法來移動你 平安回來任了 在您重新回到學院時 我建議你使用指導工具 不用說了啦 然後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麥當勞的薯條 喂 是肚子餓喔 全部都紅色 難道是 上面都沾滿了番茄醬嗎 嗯 嗯 找啦 加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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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一個電燈炮 好像聽到從哪裡傳來奇怪的聲音 好像有聽到哪裡傳出哭泣的聲音 欸有欸 你也聽到啦 跟著聲音傳出的方位開始打完吧 可是我還沒 打完欸 那我先打完好吧 還有三個 OK OK 這個 是洋蔥嗎 啊那個 是我們班的卡尼利恩吧 顏色看起來好像不太好 去跟他聊聊好了 卡尼利恩 莫里恩 伊利恩 發生什麼事啊 那個 我的水晶 卡尼利恩大概是因為有什麼傷心事 哭上著臉 不大話 等他稍微冷靜後再詢問他吧 就 丁把我的 紅流石碎片一下 全部 都做成糖果了 What 這可以做成糖果喔 呵呵 什麼 真是 管不動那小子 啊我是說 那小子 真的超 惡劣的 剛好我有 剩一點 芬妮好嗎 真的嗎 真的可以嗎 選擇3給7個 選擇1 只給1個 選擇2給4個 5個就好 可是 沒有5個選項啊 多給嗎 哇給我這麼多沒關係嗎 但是感激不盡 可是那個糖果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 啊當然可以 這裡 哇謝謝 我也好好享用的 謝謝你們幫我 朋友們 那麼下次見 想做完課程任務的話 就需要 紅流石碎片 20個 無所謂 馬上就可以收集 快點回去收集吧 為了獲得不足的 紅流石碎片 只要移動到 水晶森林西邊1 水晶森林西邊2 水晶森林西邊2 森林西邊39 搞這麼多地圖幹嘛 是下面嗎 繼續打這個長得像 沾滿 番茄的薯條吧 3個嗎 3個嗎 他剛剛叫我打3個 可是 我要拿的是7個 有點 問題 沒差啦 反正不管是3個還是7個都很快 就拿完了 在左邊 我發現那個 那個 飛行的這個技能 他不能 在空中連續用 啊 飛不上去 討厭 哈哈 大家辛苦了 如同今天做的 你們自己做好造型物後 學期末把它展示在 村莊廣場即可 那麼下次課程見囉 啊 這麼看來還有一個重要的實體喔 今天的主隊活動真有趣 我先走了 嗯 下次見 我帶您去下一個課程 真是一個 全自動的 AI啊 還有 上次給的作業都做完了嗎 嘿嘿 對喔 作業 呵呵 嘖嘖 欸 沒有做完作業的學生 放學後記得留下來 好 延續上一堂課 今天也是要製作水晶之門 如果今天順利完成任務 就可以用 有能容納我們全班的空間 是不是很期待 今天需要 有點特殊的水晶 具有危險性的水晶 所以收藏在教室的角落 大家去收集 要使用的水晶之門的水晶吧 盡快進到右側傳送點 黑暗黑曜石 並透過狩獵收集20個 好出發吧 這個長了一點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個長了一點 好 好 好 我應該把這個技能跟 這個技能對調 感覺這個子彈不是主要攻擊技 感覺這個暗器才是主要攻擊技 終於完成了水清之門囉 要來確認一下各位是否製作出所有人都能進去的空間 好的 現在準備好要一起進去了嗎 完成了頗大的空間了呢 哇 太完美了 嗯 是不錯 大家一起完成了這麼棒的東西 你們真該感到自豪啊 是有點驕傲 大家辛苦了 今天的課程到此結束 沒有教作業的學生們跟我來 伊莉恩 你先走我出錯了 哈哈 明天見莫里恩 伊莉恩 今天的特別課程地點和品嘗稍微有點不一樣 請到亞修羅姆入口來 現在就要移至亞修羅姆入口嗎 到達目的地了 聽說最近水清之門一直不斷發生騷動了 聽說連幽靈那些傢伙也進入到我們地區了 什麼 那是真的嗎 那是指我們的普雷普的位置曝光了嗎 應該不會吧 我聽說侵入者都被消滅 而且水清之門的位置也換了 上頭的人應該會好好解決吧 也是啦 我們都躲了這麼久的時間 不要太擔心了 我們要這樣躲到什麼時候呢 但是我覺得現在比較好 聽我媽媽說 那外面是很危險的地方 好了 不要再說直接沒用的 我們開始幹活吧 聽我媽媽說 原來重點在媽媽身上啊 目前位置沒有偵測到阿卡太大人的蹤跡 需要到其他地方去找阿卡太大人嗎 阿卡太大人嗎 阿卡太大人嗎 喂 小朋友 是來為阿卡太大人跑腿的嗎 什麼 呃 你是要使喚我的做事嗎 不要呆站在那 幫一下我們吧 必須從四周的水晶中萃取出魔力才行 亞修羅姆的水晶就四網 又放地區村莊外圍走的話 就可以找到了 快去 按錯鍵 呵呵 這麼大一個阿 要打20個是嗎 如果不打打看的話 我還以為那個水晶是背景 呵呵 實在是太像了 還有一個 好 水晶魔力的萃取都完成了吧 阿卡太大人 您您好 阿卡太大人 您好 我們穆雷普的士兵不會太過沉穩了嗎 哈哈您客氣了 沒想到又用上您全身的力量 目前亞修羅姆的和平是犧牲一切所換來的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 我聽到士兵的談話了 他們說即使是現在外面清洗的威脅也沒停止過 如果有那麼一天我會守護著阿卡太大人的 謝謝你醫院 不過那一天是不會到來的 別太擔憂了 先開這個 我想你可能需要這個 所以收下一些藥水吧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用過耶 呵呵 好了現在要去練習是嗎 是的好 對 會用我的力量守護阿卡太大人的 努力修煉吧 今天演練也辛苦了 那麼明天見囉 請慢走 伊莉恩 喔莫里恩還沒回家 課後輔導才剛結束 今天的特別課程如何 今天的特別課程比以往的還要更特別 圖阿卡太大人的福有慢慢的在恢復 真的非常謝謝您 沒錯 應該比第一次入學十有進步吧 你以前真的很糟糕 為什麼是謝謝您啊 應該說謝謝他吧 而不是謝謝您啊 因為 伊莉恩在跟莫里恩講話 講您的話就有點奇怪 哈哈謝謝也多虧有你幫忙 這樣啊肚子餓了 要不要去我家吃點東西 啊沒有啦 關於天神祭的 造物主 欸不 造型物 打算從今天開始動工 造物主是什麼啊 呵呵 好的知道了那麼我走了 再見 再見 那個理由關於天神祭的造型物 從今天開始動工好了 好那我現在帶你去實習室 剛剛他不讓我飛 呵呵呵 呃 好多呢 判斷為 這次的製作品 特別提升了集中力 是嗎 老實說 對於造型物我想 要更努力一點 每年天神祭時 廣場都會充滿著 水晶光會 你也記得吧 李歐 在你被製造出來之前 就是在我很小的時候 每年都會去看那群神秘的光團 天神祭的造型物只是 將水晶魔力 用光源當作光的集合體而已 不需進行過度解讀 就其實我也覺得天神祭 不過是場美麗的視覺想念罷了 在木雷浦生活 雖然稍閒城們 也沒什麼趣味 但是我得知了有阿卡泰大人們 呃 和教授們 士兵們 甚至連年輕的學生們 他們都在為 延續 木雷浦的命脈 而做出許多的努力 要是如同教授所言 天神祭的光可以觸及到 木雷浦神 要是透過我的光能讓木雷浦產生變化 我浮現了這些 有未來的想法 根系報告 根據導出的結果 木雷浦神存在的可能性 以及他感受到天神 即光芒的可能性 全都是非常渺茫的 喂 理由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真是的 反正 不管怎樣 在這次天神祭 我不再是個旁觀者 我一定會盡全力讓自己發光發亮 那 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請在下方點個喜歡 也可以按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隨時追蹤我 還有宣傳我的頻道 我是白狼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